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KVN精靈禪 新的朋友幫我告訴你 最會造口業的星座是誰 他如果要說就不留意 彼此實業裡面 口業方面就佔失業了 對啊 所以就佔得滿重 所以妳剛才造了多少口業 妳也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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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還很善良 還會拿錢買這裡給人 還會這樣 還會跟人照顧 還會給我們騙子 都很好 人很好 全力向分析告訴你 什麼樣特徵的人 相處上障礙多 這起結的話呢 我們說恩怨不明 是非不分 完全照他的 一個很偏激的思想 偏見的事情去做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兩個人要相處的話 兩個都這個 兩個都這個 或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我想大概都相處過來 不不不 姓名密碼要公布 下半年桃花朵朵開的姓名 我覺得她的今年的益姓名 特別強 很多人很欣賞她 跟益姓舞蹈特別多 那個社區 一講到黃老師 那還得了 她就瘋了 早結會 大家都在談她而已 真的嗎 親友團也是 對啊 媽媽阿姨 完蛋了 錯了錯了 除了你不愛這樣 不得這樣 還要告訴你 最自戀的男生跟女生各是誰 會覺得我的美呢 是超凡世俗的美 那應該是凡人呢 都要敬畏三分的 有 一定有 因為我非常的自戀 晚上照鏡頭照到天亮 還會沒有 而且還兩個鏡子在照 前面還有一個大鏡子 手中還拿兩個鏡子 你都沒有 你確定你在半夜 都沒有照到其他的東西嗎 這個組合呢 我個人覺得還蠻奇特的 趕快來介紹他們 歡迎蔡頭大哥 還有許淳美 大家好 你們好 聽說這兩個人 這樣子聚集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聽說是有合作計畫對不對 不然怎麼會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出現啊 我一看到他就害怕喔 怎麼說... 因為他每一次給我跳 跟我跳舞的時候 都給我甩在地上 乘八字形 好難看喔 你要給我保持形象嗎 你有形象嗎 你有形象嗎 對不起喔 我是靠我的臉子在過敏 對... 你長得那麼醜 打人啦... 這個圈子裡面 只有你敢說我醜 打人就打人喔 這麼親他每次都欺負我 好... 好 欺負你坐下 好 坐下... 不要先不要想起 所以都一顆那一張臉在吃飯 對 你也是靠你這張臉在吃飯 你也是靠你的臂子啊 人家人家漂亮是名虎起始啊 然後他都很漂亮 請給我五秒鐘 好 請給我三秒鐘 其實我跟妳講 台灣有一個命理大師 姓黃荒憂粉跟我講 你只要跟一個人坐在旁邊 有那種很陰很陰的 陰氣深深的說 你手上就要戴一些 因為還是水晶 然後人有正氣就不會感到不舒服 我今天知道 要跟菜頭錄節目 所以我特別帶了一個粉紅色的 那個活豬過來 對 因為 這是活豬嗎 對 屬於活豬 活起來的豬子是不是 就活豬 活豬 不豬 不豬 然後因為菜頭三番兩次都欺負我 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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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討厭喔 怎麼會這樣 世界上有一個 那個心理學家講過 如果你跟一個人坐在旁邊 受不了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就是回避他 第二種選擇就是攻擊他 我怎麼怎麼會迴避呢 因為我個人性怎麼可能迴避 所以你們兩個已經吵成這樣子 好 那我 你們兩個人坐下來看看對方好了 你們這兩位 不要這樣子嘛 美姐 請不要那麼輕鬆 他怎麼可以這樣 他怎麼那麼醜 人家都不介意跟他坐在一起了 好 你先坐著 你先坐 台灣有一個有名的主持人 叫黃江千講過 我們在演藝圈就是把歡樂 歡笑帶給大家 歡笑 但是如果把可笑帶給大家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苦笑 這個菜頭大哥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就是除了他把你甩在地上 這個不講 因為我們都已經聽過了 我們講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說是在話這樣吧 沒有 我第一次在大 綜藝大蠻冠見到他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 天啊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矮 又這麼醜 又這麼胖的男人啊 我也很無笑 跌不下來 好 那太頭大哥 你這時候看到這個阿妹姐說 你心裡面的那種 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平常你講我對 許春美第一次節目發覺到 她人真的很善良 但是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毛病是 沒有在狀況內 她什麼都是狀況外 對 所以她講的話 觀眾朋友你也不要自己說 她動腦筋啊 就是薄矩於笑 薄矩於笑 其實她人真的很善良 對 而且你知道 剛剛阿妹姐會講 這個蔡壽大哥什麼 什麼又身高不高 那個長相問題什麼之類 其實她也是在說節目效果 對不對 我不知道啊 她自己在後台的時候 就跟我說 妳盡量跟我說好壞 說我好壞 我說我貴 這樣才有節目效果 還說給我面子煮好肥 我也算以為我好啊 天啊 我怎麼真的在上節目的時候 都會大聲 我是大聲的 妳怎麼可以給我發聲 對嗎 對嗎 我這一集到 給妳們不要錄 不要錄 他為什麼要嫁 他為什麼要嫁 他說 許春美 我是建立他真的 對 你這種年 是不是你們大家做事 妳不要摸啊 妳要比就好 我怎麼摸 我摸妳 我跟妳講 我還要再帶一個琥珀 快點啦 你看那個臉 是不是太瘦太乾 他如果去打一下 那個 摸起來 那個弱毒改進 摸一打 不會摸起來 看起來比較不會像薑絲有沒有 我也怕有副作用啊 不會啦 人不是說自然美自然美 對啦 妳自然就不美了 怎麼會 我是太瘦 我皮膚還是很好 我本來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的雞蛋鱗的的確確是 比較毛 比較毛 不過這也不是不得意的 這因為我現在官司纏身啊 對嗎 很煩耶 黃海明一直逼著我要 五億五千萬 這個全國同胞都對我 感到許春美 對許春美覺得很可憐 很同情我啊 對不對 我還是持續的活到現在 那算是官司音菩薩 阿彌陀佛對我的保佑啊 所以菜頭大哥 你不能欺負我 他已經睡著了耶 他怎麼可以睡著啦 人家這個節目 不是請你來睡覺 好 所以你看這個兩個人 我在講話的時候 說實在 真的在說話方面 可能比較不會去掩飾 對不對 我沒心機 我看到什麼 我說什麼 你要我說角樓作作 或者說明明那個人很矮 對 我要說他長得瘦瘦高高 明明那個人很醜 我要說他長得很硬俊 很Handsome 明明那個人很胖 你要我說他長得 阿娜多姿 身材很好 身材很好 這個簡直就是 好像在欺騙自己 欺騙對方 也欺騙社會 也欺騙大眾 對啦 可是會不會因為這樣 常常說別人不好 會不會因為這樣造口業 我不會常常這樣 你怎麼講得那麼多 還不造口業 我一開始就知道現在 怎麼會這樣講話 那蔡頭大哥 你覺得你在說話方面 你是屬於那種很直接的人 還是說那種比較刻薄 其實我看你講話其實也不是 OK啦 我跟你講 我在演藝圈30年了 金牛座的你也知道 比較務實 如果我講真話 我今天要叫你閉嘴 太簡單了 憑你這種功力 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是說 你力氣比較大 把人家壓下去這樣 那絕對不是這樣子 要不要這樣 要比口才嗎 要比口才來試試看 天啊 笑得很甜 有時候要講話 我跟你講 我是很內斂的 如果說我要讀一點的話 可是講起來你真是 講話不要讀嘛 讀的話就是傷害到對方了 對不對 你剛才沒有傷害我嗎 你沒有傷害到我嗎 你自己叫我在後材上講你的 你一人講我不好 一人講我 我有在後台播到 你媽各位 你們有在後台 我不是這個後台 是在綜藝大難關的後台 那是綜藝大難關的後台 那是綜藝大難關的後台 人家說 你講我醜我就會生氣 然後我反抗才會打你 這樣子 那是不是當做節目 那你不要真的把人家捨在地上 多難看 對不對 兩個人講我講真的好像要翻年紀 好可憐 你們現在下次捨在床上 沒有 好可憐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節目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 說話的這個方式 錄完節目壽命越長喔 對啊 而且我們節目其實很適合 讓人家在這邊發洩 真的發現 那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 是需要藝術的 有些人可能個性上面 他很直的話 他可能在說話的時候 他不小心就會得罪到對方 真的是因為個性使然 所以人家對方講說 真的不要講這種話 會造口業 對不對 所以我問一下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星座的人呢 最會造口業 來 那太陽水星都要參考一下 那太陽水星都在今年喔 那許淳美呢 太陽是射手 那你的水星呢 是在摩羯座 我們來看看 誰有造口業的嫌疑喔 第五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水瓶座呢 平常還滿斯文的 然後看起來還滿 幽默風趣的 講講笑話 為了維持形象 他很喜歡的 他不會口出惡言 對 可是你千萬不要讓他跟你太熟 稍微有點跟你熟了以後 水瓶座就開始放肆了 講話就很犀利了 像那個帆哥嘛 對不對 帆哥 然後還有余天余大哥 也是水瓶座 曾國成也是 曾國成 汪建民 他們都幾個 對 他們絕不主動攻擊 但是他絕對會 把他覺得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再包裝一下 就是說酸人損人 他是第一名 酸溜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我們這裡有人上榜 牡羊老師的水星在這裡 牡羊座 有 牡羊老師常在節目裡面說 那個人啊 那些人啊 都是笨蛋 對 都是白痴 智障 對 或者去死算 好 牡羊座講話就是坦白直接 不管彎抹角 那像那個台哥 台哥的水星也在牡羊 那譬如說他覺得便當很難吃 他說 哇靠 這誰訂的便當啊 這麼難吃 那我們都覺得 哎呦 講話的時候 要不要看一下左臨右舍 有沒有你會傷到的人 牡羊座講話就是太白太直了 所以難免會有造口業的嫌疑 要稍微體貼別人一下嘛 那個一根針刺下去的時候 人家也會痛的 所以牡羊座人要小心說話的方式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黃老師跟教堅的水星 還有更多 雙子座 好啦 我承認了 其實在造口業方面 造口業方面 我說實在我造得還滿兇的 聽著好多分 雙子座的這個造口業是走人來風路線 只要有聽眾 他就開始嗨起來 嗨起來就什麼話都敢說 對 爆料啦 哪壺不開題哪壺啦 然後在那邊講 他自以為幽默的笑話 可是別人也許聽了會覺得 你怎麼在講這些啊 要不要稍微冷靜一下 對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名 又有人上榜了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唇美 喂 什麼 我就說 蜜蜜蜜蜜蜜 妳就比較不要造口業 我就看了 設手做 對啊 設手做 其實實業裡面 口業方面就佔事業了 對啊 所以就佔得滿重的 所以妳剛才造了多少口業 妳也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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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罵我 我說妳很善良 很好的人 很漂亮 妳把這兩句而已 天氣還好 還很善良 還會拿錢 還會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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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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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錢 選良嗎 好 設手做就是 他如果要說 就不留意 一定要說夠夠 說夠夠 對 就是 蔡柔大哥其實也是很可愛 對 可是他就一定要講的 用那種說法 就是他一定用很白話的方式 一定是講到那個最傷人的字眼 譬如說 胖 不是胖 胖就是肥 肥就是醜 醜就是糟 沒人要 還有什麼 就是他一定會一路往下追蹤 所以設手做講話 真的是會那種見骨的 妳知道嗎 是不留於地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蔡大哥沒上場 天蠍座 天蠍座有 荔精 消熟樹 對不對 對 他們都是天蠍座 這個天蠍座簡單講 像設手做說話很直很傷人 天蠍座就是說話很毒 管人外罵人 效果更佳 對 比如說他不會說人家醜 他會說 他媽媽怎麼會敢讓他出來啊 對啊 應該要為社會大眾著想 越講越開心 越講越過分 然後大家會笑得不得了 然後被傷害的人 當然就傷得更深了 對啊 所以真的是遇到這些造口業的人 大家要好自為之 千萬不要太過造刺 對 那當然容易造口業的星座 可能在說話方面 那個藝術方面 可能要修一下 對 對不對 有時候不要傷到別人 開開玩笑我覺得是無傷大雅 可是重點是不能傷到人家 對不對 你學佛的 對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而且你看 如果說我在想 如果這兩個一起合作做節目 然後你覺得你們兩個在相處上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也不會 我會忍 你會忍耐 我會忍耐 你本來就要忍我 你今年56歲 你比我大 你怎麼對我那麼清楚 我不要車 我真的不要車 你不要對我太認識太多 我才沒有愛上你 你怎麼會知道我56歲 大家都知道 哪有 你們知道嗎 他們都不知道 沒有 上次去錄 綜藝大滿貫的時候 你在跳那個芭蕾舞 然後他們就介紹說 還請余衛56歲的菜頭 來跳這種舞 實在是難為你了 所以我那時候才知道她56歲 那你有沒有像那種 碰到面就會吵架的朋友 阿美姐你有沒有曾經 我 是不是 對 通常 因為我學佛已經6年了 所以通常在這方面 如果說不是對方欺負我 忍無可忍的話 我不會緩急的 就像菜頭一樣 對 她第一次在綜藝大滿貫摔我一次 我還OK 我還可以忍 可是她第二次 又在麻辣天后宮 又摔我第二次 我就跟至今說了 我們通告至今說 叫菜頭不要再摔我第三次 第三 如果再摔我第三次 我下次不跟她同台了 因為這樣子摔在地上 全國觀眾同胞在看 你說多難看 很難看的 承八字形 真的 對啊 所以那個是 朋友之間的一些狀況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就是 就是外面的朋友 會這樣子相處不來的 就是 不會耶 跟我相處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掏心掏會的 對 對 我都是很忠心耿耿的 有一個心理學家說 收訪的人喔 鼻子會長 是真的 我沒有收訪啊 我兩個有收訪 所以你看 從我們的守命向大家 一起來做個分析好了 如果說你們現在有 找尋一個合作對象 會不會互相有阻礙呢 這個 就要問一下我們的黃老師了 好不好 來 好 我們看兩個人在一起 最重要是看眉毛 因為我們知道 在人的臉上裡面 眉毛代表個性 代表感情 代表脾氣 如果說你眉毛有問題 基本上呢 在相處方面 就容易出差錯了 好 我現在列出是最嚴重 在眉毛最嚴重的狀況 就是說兩方面的眉毛 就一方面的眉毛呢 這眉頭向下 就眉頭這邊往下的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眉頭呢 很濃 但是眉尾呢很淡 像這種不管是哪一方 互相對的都可以 這種呢很難相處在一起 更不要說在一起做節目了 因為這眉頭會往下的呢 表示它一定要更加真 一些小事也要炒 它有它自己的想法 那至於這一種呢 眉頭很濃 後面很淡的話 叫做斧頭蛇尾 做事情五分鐘熱度 開始它很拼一拼做一下 它就染下來了 或者開始我對你很好很好 之後呢可能就 本性就顯露出來了 OK 好 我們就看一下第二種 是講鼻子 那鼻子是代表自我 對 我自己有沒有堅持我的意見 所以呢 鼻子如果像我現在畫的 這個樣子的話 就兩方面呢 相處的障礙很大 比如說一邊呢 鼻樑很挺 另外呢 挺之外呢它又起結了 這個挺就是剛剛我所提到的 很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要照我這樣做 氣勢很旺 人家要配合我 而不是我配合人家 那至於起結的話呢 我們說恩怨不明 是非不分 完全照它的一個很偏激的思想 很偏見的思想去做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兩個人要相處的話 兩個都這個 兩個都這個 或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我想大概都相處不來 都不好 沒有辦法在一起 合作 這下面呢我們是用手相來看 手相是用智慧線來看 因為智慧線呢是代表一個人 對於事情的看法 哪一手 智慧兩隻手都可以 兩隻手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中間的這一條線 叫智慧線 智慧線叫智慧智慧 就是你的頭腦 你對事情的看法 例如說這個太短 或者說它不是短 但是中間呢 這已經是交錯中斷了 那就表示兩個人 在這方面的個性也好 或者想法也好 事情的進行 都沒有辦法很圓滿 那這樣的話 這兩個人如果坐在一起 大概也是所謂的障礙很多 那麼這一個來講的話 剛才我去看的話 也是都沒有問題 像菜頭的大概就是很標準 我們的智慧線通常很標準 是到這裡為止 這是很好的 也沒有中斷 像這樣裝都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兩位如果說 真的要合作 我們這是看好的 不錯 你看看 這也用 這邊不要吵 對... 那許淳美好 在這邊公布 全台灣的製作人 你們聽到了 我們這個具有權威的老師 說我跟菜頭合作 主持節目的話 是非常好的 趕快打電話進來 找我們兩個主持節目 絕對高收私利 絕對賺錢 只有一組 賣完就沒有了 好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兩位看起來就是 我們都是知道說 人活下來就是一定要很有自信 對不對 人一定要活得很有自信 而且呢 這個自信過頭 有時候就變超自戀 你們兩個自認 會不會很自戀 我非常自戀 真的嗎 你多自戀 好 然後呢 這邊再拿一個鏡子 然後再側照 上面照 這樣照 真的嗎 一照就照到天亮 你都不用睡了 就照自己的側面 先照什麼樣的 正面怎樣 這樣… 太辛苦了 沒有 就一直覺得說 好漂亮… 這樣照照程度 真的會這樣嗎 真的… 你一個人 然後自己說自己好漂亮… 對 自己照… 你是怎樣培養 你自己的自信心 怎麼吃自己這麼漂亮 我有說 我從小學 小學 國中 高中 成績都是名列前三名 然後代表 學校出去講演講比賽 都拿冠軍回來 人家在鞋子的時候 被稱為色子之花 就是鞋子裡面最漂亮 對 進去學校大橋國小 陽明國中 三重高中 是 結果都跟我說我是小花 所以在這種 意思就是說 從小到大 你得了很多獎 得了很多掌聲 對… 因為這樣子很有自信 而且我走到哪裡 很漂亮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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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瓊搖比賽的女孩子 得到的掌聲 還有那個讚賞聲 可以說不解口 你看看 你看看這種體格 這種年輕的 老十歲 對 蕭強 贏她十二歲 林志玲我贏她二十歲 你看她 林志玲二十年後 沒辦法這種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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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強十二年後 像我這個年紀十二年後 她一樣有這種體格 又一樣有這種皮膚 而且我的皮膚 不要化妝得漂亮 這個是妳很有自信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妳有上榜嗎 好嗎 來我們看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星座 男生跟女生呢 他們是最自戀的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自戀與否呢 就是要從這個太陽水星 一樣喔 太陽水星來看了 水星呢 就是我們的思考邏輯 然後覺得自己怎麼樣的 那個部分 那彩頭大哥的水星呢 和太陽都是金牛座 那一樣 春美呢是射手座 水星在摩羯座 那黃老師水星在雙子 然後妳的水星在摩羊 那妳的水星在巨蟹 是 那我們就來看看 大家有沒有上榜 變成自戀男或自戀女 好 自戀的男生 第三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請自戀 我很贊同 對 水瓶座的人會覺得自己的學問很好 水準很高 所以他平常的時候 他絕不跟一般臭男生 和在一起 對 就算跟臭男生和在一起 他一定也是最冰冰有理的那一個 然後最斯文體貼的那一個 對 然後其實他很在意自己穿著打扮 你會發現說 這個水瓶座的男生還蠻有品味的 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 錯 這一切都是他在家裡都已經設計好了的 的一種形象 所以水瓶男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沒錯 很在意 比妳想像中還要在意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天瓶座 那一定要的 天瓶座男生 非常之戀 這個字戀是愛漂亮 它是愛漂亮 水瓶座的愛漂亮是比較地下的 對 天瓶的愛漂亮是擺明的 譬如說有時候男女生出去約會 通常都是男生等女生 但遇到天瓶男 你可能要等他一下 是沒錯 出門要梳頭 要搭配衣服 然後可能還要選擇他要背什麼包包 他們 要噴香水 對麻煩很多的 真的蠻自戀的 女生都要輸給他 好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她是一個獅子座的男生 獅子座 賀大哥 我自己想也是獅子座 哈林大哥也是獅子座 其實獅子座的男生呢 你要在比較年輕的時候看得到 異性風發 如果他受到挫折的話 可能就自戀不起來 可是為什麼他是第一名呢 因為他的症狀最明顯 他是會擺姿勢的那種 耍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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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天秤座就是照著照著 那水瓶座是直接坐在鏡子前面 假裝在寫東西 其實在偷看自己 試坐不一樣 試坐在鏡子前面就開始 左邊照 右邊照 然後他會說 你看 頭髮看 然後頭髮這樣 帥不帥 對 帥不帥 小豬就是這樣子 小豬對 小豬超刺激 非常得漂亮 看到鏡子就書頭擺破絲 對 如果有一天他被比下去了 或者有一天受了傷害或者挫敗 可能他就會稍稍收斂他的氣眼 可是年輕氣盛的時候 他絕對是第一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超自戀的女生是誰 看看妳有沒有 對 絕對有 看看前面有沒有 應該是有 有 一定有 因為我非常地自立 晚上照鏡子照到天亮還會沒有 而且還兩個鏡子在照 前面還有一個大鏡子 手中還拿兩個鏡子 對 妳都沒有 妳確定妳在半夜都沒有照到其他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石子座的女生的話呢 還滿自戀的 尤其是條件好的 她一定覺得自己很美 然後就會很努力在打扮 或者是很掃手弄姿 對 然後以及不准別人說她不好看等等 所以其實石子座就像石子座的男生一樣 還滿顯性的 可是她只是排在第三名 因為女生還是有點客氣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許淳美的摩羯座 水星是摩羯座 對 那摩羯座的自戀呢 是屬於比較極的 比如說她一路過關斬江 真的她自己是第一名 這第一名就很值得驕傲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有一些摩羯座的女明星 像唐娜 謝金妮 對 是不是就會撐在那裡 你覺得她是長腿美女 她的腿子就再也不會變粗了 因為她一定要撐住那第一名的稱號 而且摩羯座走的是氣質路線 對 她走的是輕柔飄逸 就是那種輕力 應該說是輕力 所以她會覺得我的美呢 是超凡世俗的美 那應該是凡人呢 都要敬畏三分的 所以她的自戀就會表現在那種 一般人請不要來沾惹我的 這一種高傲上 對啊 所以她們的自戀就是屬於這一種型的 大家都已經親眼看到了 超準的 超準 超準 好 我們來看還有第一名 比你更嚴重 比你更嚴重的 對 因為摩羯座是屬於那種 有人稱讚她 她才開始自戀和自信 那第一名就不一樣了 她很醜 她也要很自信 不要 是我吧 太陽水星落落到了 天蝎座的女生 天蝎座有無敵的自信 唐老師上訪了 對 對 我管妳怎麼說 我都覺得我自己還OK 只有自己覺得自己不OK 天蝎座才會批判自己 否則的話 OK 她可以認同你們有你們的審美標準 你們的審美標準 覺得眼睛小怎麼樣 覺得鼻子大怎麼樣 OK 我也同意 可是如果回到自己家 天蝎座覺得我很好 我沒有什麼地方要改 因為她對自我的評分是綜合型的 因為她覺得自己很聰明 她覺得自己很棒 她覺得自己很有耐力 她覺得自己很有魅力 所以呢 那種 所以天蝎座女生呢 無敵的自信 有時候常打敗一掛人 而且天蝎座女生都有一個特色 她們很喜歡自拍 對 湯老師好愛自拍 還好啦 摩羯座很喜歡照鏡 對 對 獅子座也很喜歡照鏡 可是天蝎座很喜歡自拍 應該是不會 對 十之八九都有這個症狀 沒錯 所以咯 自戀男和自戀女 大家如果看到這種人會吐的話 離她遠一點就是 講得好 我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這 是現在有對象嗎 沒有 安妮 安妮 會去欣賞 會去幻想 這種年紀有時候力不從心 就摸摸小手就OK了 就很滿足就對了 對 對 那那個咧 阿美姐妳咧 妳有沒有對象現在 沒有對象 沒有喔 有喜歡的人嗎 有喜歡的人 林忠義咧 但是人家媽媽反對 沒關係 如果林忠義沒有 我們問溥陽老師 我們從那個姓名密碼來看一下 大家一起來做參考 在2005下半年 到底哪幾個姓名密碼的人 有桃花朵朵開 來 第一種 有桃花開 卻沒有解 這個景感上面有互動而已 對 那我們先看男生的部分 男生的部分 姓氏筆畫素揭曉 六畫 六畫 六畫例如姓豬 潤 武 安 麒 還有年 玄 姜 這都是六畫 所以 現場來這邊都沒有 現場沒有 沒有 名字畫素就寫 名字相加 寫字的畫素相加起來是 11 13 15 21 23 25 27 29 所以姓六畫男生 名這些相加 今天桃花滿多的 好 另外一種是女生的部分 女生有桃花 卻沒有結果 來 童老師的 十畫 姓氏在裡面 十畫例如姓 馬 孫 高 躺下 晴元 十畫 那名字相加是 15 17 19 唐老師是19 19 我有嗎 但是你信誓是11畫 沒有 沒有 19完了23 27 29 31畫 這些在2005年下半年 有機會碰到一些男生 可是 還是沒有結果 不會有結果嗎 搞不好可以在中間 挑到一個比較好的 沒有辦法嗎 我們所謂結果就是 他長久或是要機會 就今年會不會嗎 沒有結果就是 你看能拖多久就算多久 反正就是一種經驗談就對了 是 好 第二種桃花 有桃花 也能有結果的 就是他今年突然認識很多的對象 然後挑一個對象 未來結婚 好 男生的部分 姓氏比劃數是四畫 好 四畫例如姓王 方 孔 毛 哥 巴 牛 醜 跟姓油 名字畫數相加是 十一 十七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二畫 注意一下 看到對象好好去過例 真的喔 可以挑得到 恭喜了 那接下來看 今年下半年 女生 女生 有桃花 又可以結婚 這個 女生蠻喜歡的 姓氏比劃數 十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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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 天啊 所以姓氏 你下半年的這個桃花 來得很強 不太可以打 看你要順勢還是怎麼樣 自己想一想真的嗎 有嗎 有嗎 沒有嗎 第一次看到姓氏 臉紅起來 我沒有臉紅 我有臉紅嗎 對不起 我們剛才沒有公布 姓氏 姓氏 十二畫 名字相加 十五 十七 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七畫 這一些畫素的 你在今年下半年 挑的對象 幾乎可以成為你的 未來一半 所以也有些人 她在今年下半年 結婚也有 真的是恭喜了 對不對 不要 一步就結束了 讓她來看看 你看 你幹嘛全部都看我一個 也有個對象啊 對不對 要期待嗎 我們這個沒看 你那個有結果 對啊 我們跳過下一個 好 來 2005年下半年 桃花 第三種 已婚卻又有桃花開的人 已婚卻又有桃花開的人 黃老師你機會來了 對 黃老師 來 我們看男生的部分 這個會不會又不好 不是 桃花看你怎麼處理 桃花就是桃花 對 有人處理的好就是好桃花 處理不好就不好 爛桃花 對 看個人的智慧 對 來 男生的部分 黃老師 去世的畫素 12號 來了 12號 黃老師兩個都中獎 黃老師 黃老師 你外面養小老婆 這個不一定是小老婆 就是她今年的益心眼 特別強烈 很多人很欣賞她 跟益心眼不同 特別多 那個社區一講到黃老師 那還得 大家都瘋了 黃老師 早點為大家都在彈她而已 真的 親友團也是 對啊 完蛋了 錯了 出門妳不會愛這麼多 很高的那邊 黃老師會遇到 有女孩子主動追求你嗎 沒有 我們的條件不好都不會 不是 你已經上榜了 可是不一定 那就去看下半年看看 下半年 下半年 來 接下來女生的部分 這個桃花不一定是怎麼樣 只是異性緣比較多 來 女生信式筆畫素 就是她本身結婚 然後她又有 對 別人喜歡她 OK 別人都要好改 信式筆畫素 七畫 沒有啦 對 女生沒有 你也沒有 沒有啦 對 我就十顆了 七畫姓氏 例如姓五里 宋和渡 沈 呂 新 其他計畫也算數 名字畫素相加16 17 18 19 25 27畫 所以隨眾畫素的女生 注意一下 我這裡有桃花 只是桃花 看妳怎麼處理而已 好不好 我都沒桃花怎麼辦 對啊 那個濮陽老師 像我們的阿美姐怎麼辦 她都沒上榜 我覺得妳的桃花 不如畫作妳的人盡人脈 讓很多人喜歡妳 但是那種喜歡是 有跟那個演藝相關 不要真的情感互動 情感互動 情感互動妳都是書家 Sorry 那那些感情的事情 我們就先放在一篇 重點是我們事業 對不對 妳現在那麼喜歡 這個演藝圈裡面 去上通告或什麼 那麼開心對不對 我們就來看妳 這個在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事業運 到底忘不忘 我們來看一下 哪幾個生肖 好不好 來 我們要看今年的下半年 事業運最好的生肖 好 我們取三個 那麼菜頭是屬牛 牛 那麼時尚也是屬雞 家傑也是屬牛 我們這邊三條牛 古洋老師也是牛 妳也是牛 我是牛 然後湯老師是屬蛇 自己屬羊 看看我們是誰能夠上榜 先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是左右逢源 兼職得利 就是說他可以 除了自己的本業之外 他可以另外去做別的事情 而且會做得很成功 以藝人來講 他可能可以去寫書 演舞台劇 或者投資生意餐廳都算 但一般人也是一樣 白天上班晚上 可能是教書之類的 對 這很多很不錯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蛇的 屬蛇的全都不錯 但是屬蛇裡面的 農曆七月生又特別好 但是整體來講 屬蛇都很不錯 屬蛇例如說王岳 許潔輝 那麼台治元 郭富城 這些人都是屬蛇的 兼職 今年的下半年生意 而且還左右逢源 對 所以都做得很成功 對 可以試試看 做什麼生意都賺錢 對 好 其實看第二名是 令列經營出奇自勝 就是有些人開店 他會開很特殊 另外同樣是餐廳 他可能有什麼 變化 對 什麼減肥 健康 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的人 好 它是屬於什麼生肖呢 是屬猴的 好 八月生 就是屬猴的都很不錯 尤其是農曆八月生的會更好 那麼這一些人 例如說曹蘭 蔡依林 曾國成 土中康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是屬猴的 那麼今年下半年 在事業院非常的旺 好 先來看一下 最旺最旺的是 投資創業 心想事成 那幾乎是什麼都好 正偏財 去外面的投資 或者自己去做都很好的 對 這是什麼生肖呢 牛 這是屬老虎的四月生 沒想到今天有三隻牛在這裡 對 這是屬老虎的 尤其是四月生 農曆四月生的老虎 那麼屬老虎的例如說 高凌峰 徐孝順 林志穎等等這些人 那麼今年的下半年 他在事業院方面都非常的旺盛 OK 所以這幾個生肖呢 其實在這個2005下半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事業方面 真的都非常厲害 我們兩個都沒上 沒關係 不過呢 我們都知道說 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到說 這個合作關係 如果你現在有找一個合作對象 會不會有阻礙 到底妥不妥當 趕快進行我們今天的 開運金錢掛了 跟他合作可以嗎 來 佩楊老師 今天的題目記好 和他合作妥當嗎 要透懂嗎 想好了以後 那個他是誰你要想好 然後呢 就把你銅板指兩次 人頭是正 那字是反 所以銅板指兩次 有正正正反 反正反反 四種掛項 就可以知道答案 好 請開始 OK 那是咱還要不要練 默唸 默唸自己的名字 還要想他 好 這是人頭 對 人頭 再一次 兩次就可以了 人頭是正 對 正 阿美姐是正正 那我們的菜頭大哥呢 正正 正正 好 那我們的唐老師 正正 奇怪 然後我們的 我也正正 你也正正 大家都正正 就我一個反反的 真的喔 你反反喔 對 反反 來 好 觀眾朋友 當您問這個問題 你普的掛項 兩次都是人頭正正 那跟我們阿美一樣 菜頭 還有我們的唐老師黃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跟他合夥 我透透 來 請看 雙方合作 上口經營 不錯 還不錯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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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最好 上口經營就是 你不管做什麼 還不賴 都可以過關 OK 好 比如說你賺錢 少賺一點還是賺 如果說你要考慮到婚姻 還可以過得去 不會離婚 好 觀眾朋友 當您直出第一次人頭正 第二次字是反 正反屬於掛項的第二種 你要問和他合夥 我透透 我透透 現場沒有人抓到 對 我們來看掛項 我透透透 來 個性不合 翻臉無情 會完結 會來拜託 對 所以抓到這種掛的朋友 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換一個人來玩 好 觀眾朋友 當您直出第一次是自反 第二次人頭正 反正屬於掛項第三種 現場也沒有人抓 對 那你要問跟他合夥 有沒有妥當 我們來看答案 時機不對 中途破局 五桃籠 可能你們做生意 時機壞壞 對 或是你們結婚 可能就離婚 離婚 或是你們要約 打高爾夫球 下雨 這樣 那只剩下加錢 加錢 加錢是最好的 我發現到你今天印錢 你是黃黃是不是 我是反反 對… 真的 好 掛項第四種 兩次直出來都是這 好 反反 那你要問跟他合夥 會不會透透 就要先抓這種掛 請看 合作無間 兩人接人 真的啊 真的 好棒… 如果你要找東家 你跟東家都賺錢 那如果你要合夥做生意 你跟他都賺錢 真的嗎 要結婚 那下半年要結婚 如果要結婚 兩個人都很可愛 不要結婚 不要結婚 我不是在說這 我真的是講事業 對 你講事業 我想的是事業 加先生你的事業會很好 投資真的會賺錢 真的啊 不得了 好開心… 下半年新戲要上了 對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剛才補出來都對你最好的 沒有… 你們也還不錯啊 我們真的很期待你們兩個 我們四個怎麼會 都是真正 對啊 都不錯啊 現場我們今天補得都很好 太好了… 對 那也要恭喜我們現場所有的人 今天補得掛都非常好 那我們也期待兩位呢 有這個新的節目 可以趕快呢 讓我們期待一下了 好不好 謝謝 握手了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 也謝謝觀眾的收看 謝謝你們 謝謝 挑剔對方的穿奪品 我跟你講 男人喔 有時候被挑剔到說 他穿衣服的哲學的時候 有些男生會翻臉的耶 比如說這條褲子 不是很配 一件襯衫的感覺 你要不要把頭髮剪短了 真的 反正是金牛座會管他 然後我說我獨領風騷二十年 我… 我需要 你覺得這是我們的風格嗎 你會意思嗎 我獨領風騷二十年 後面還有個二十年 真的 真笑 你要不要跟他 你自己穿成什麼樣子 對啊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itter 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 總是要把頭髮剪短了 你能夠做到嗎 你不可以跟他